民众只要拼一张三十月份的当期发票 即可以兑换一颗高丽菜 现场涌现排队人潮 而这场名为驻农民捐发票 众爱新的活动 是由新北市医长蒋根黄 为了帮助农民 特地号召新庄区里长李颖会 中国国民党新庄区党部等当委 共同发起的供应活动 帮助农民也帮助一些东西 也特别谢谢我们这一次 我们蒋根黄奖医长 捐发票 做爱新 助农民 需要更多更有爱新的一起共同来观察 西洋区里长林会主席率领临近里长们 到场协助发放高丽菜给民众 并且肯定蒋根黄议长 是一位有爱新的民意代表 因为这段时间高丽菜自销 所以说有这个爱新 每年都有 所以说我们还是 我们议定我们蒋根黄奖医长 真的很有爱新 这阵子高丽菜产量过剩 导致菜价产叠 农民苦不堪言 议长发动诸农民活动 现场准备将近两万多颗的高丽菜 很快就兑换一空 其中这位强盗投乡的民众 开心的说到感谢议长 让他们有机会来做善事 能够第一个拿到这个高丽菜 也很高兴说 那个蒋议长能给我们这个机会 做爱新 帮助农民 而且还帮助创世基金会 这个是一个很好的方式 让我们的民众每一个人 都可以做到爱新 这项活动分别在 中港福处及福寿公园 等是个地方同步举行 议长希望用实际的行动 力挺菜农 帮助农民度过眼前的南瓜 而募集的发票 将全数捐给创世基金会 记者黄又贤新中报导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